金酒公司结合金门四季所推出的龙石纪念酒 最后一款秋收的高粱金酒品 26号在金五坑道进行发表会 同时邀请奥运与球男双金牌李扬站台 双金辉映 分享五与伦比的荣耀 供应丰收的美好喜悦 好 3 2 1 金五坑道丰收谢礼龙石招凉金 金门招凉酒现实上市 主持人倒数生下 台上金酒董事长吴坤章 副县长李文良 议员董森宝 王国戴极特别嘉宾金门之光李扬 将高粱隧道入镂空的金字 为活动揭开序幕 我一直成为金酒的备赞助者 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之前比赛的时候胸口都会有金酒 那未来我现在已经快要完全退眼 那希望未来我可以成为 继续成为金酒的品牌宣传大使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再也回不去了就真的会只喝金门高粱 对 时常送金门高粱去国外给各国我比较好的朋友 然后分享我们金门在地的品牌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外交 金门酒厂董事长吴坤章表示 金门子弟李扬在与球南双上的双金成就 完美全市龙石高粱金酒瓶索要传递的精神 不仅是一瓶美酒 更是一份能与亲朋好友分享的荣耀与喜悦 今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顺利 李扬在退役之后呢 除了专心他的教学工作 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宇球选手之外呢 在有空之余的也常常回到金门 帮我们金门县政府的一个观光做行销 也帮我们的金酒做代言 上一届的东京奥运的时候呢 我们有推出了一系列的 就是林洋配的一些纪念酒 或者是说代言的品牌 那我们希望说有机会呢 也能够对于双金的这样的一个预体呢 再做一个所谓的类似的主题酒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品牌 龙石四季金门高粱酒 最后一款高粱金酒品发布会 虽然被李扬抢走风采 但相信在李扬林家大男孩气质的站台下 能为龙石四季酒品再创销售热潮